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记忆体价格的历史性暴跌,晶片制造商一直在努力应对库存堆积如山的现象,迫使价格出现两位数的下滑,利润下滑迫使三星的较小竞争对手削减产量和支出。 一届之前,普遍预计,韩国科技巨头三星电子将削减晶片产量以缓解供应过剩,该公司在第一季度的晶片部门将面临亏损。 麦格里一名分析师表示,三星已于12月开始减产,他们的库存比预期的要大,因为尽管价格较低,但客户并没有购买晶片,这推迟了价格复苏。 考虑到晶片价格下跌的程度极其损失,目前的经济衰退可能比2008年更严重。 Billion4 Asset Management执行长表示,市场已经超前预期降价。 他补充说,三星坚持其支出步伐的举动将打击其他规模较小的晶片竞争对手。 与此同时,彭博社指出,三星出雷意料地做出了一个激进的决定,将资本支出保持在与去年相同的水平。 三星正在抵制控制新晶片生产设施支出的压力,虽然半导体行业的竞争对手已经削减了生产和资本支出计划以应对供应过剩,但三星1月底表示,它致力于今年的资本支出与去年相似。 这意味着三星将继续在晶片上实施巨额资本支出,三星2022年资本支出总额达到53.1兆韩元,其中半导体支出47.9兆韩元,折合390亿美元,显示器支出2.5兆韩元。 三星预计晶片的复苏要到今年下半年才能开始,而手机的需求可能会在2023年受缩。 三星电子重申,在史上最恶劣的半导体市场情况下,投资规模仍与前一年持平,没有人为减产。 在今年第一季度有望转亏的情况下,三星电子表示,这是为未来做准备的机会,否定了市场对减产决定的期待。 不过,分析师仍预计这家全球最大的记忆体晶片制造商,三星电子将继续削减产量以应对供应过剩和价格下跌。 三星电子在第四季度经营业绩电话会议上,就缩小设备投资和减产计划的提问表示,虽然最近事况较弱,但三星认为这是为未来准备的好机会。 这意味着三星电子坚持不会人为减产的立场。 此前,一些证券公司、市场调查企业曾预计三星将宣布减产。 三星电子记忆体器事业部战略行销副社长表示,为了保证质量和优化生产线,正在进行加强生产线维护和设备重新配置等,有效推进向未来前沿节点的转换。 为了加强工程技术竞争力,正在扩大工程师的比重,并进行研究开发。 金融时报指出,三星公司坚持其在经济低迷时期进行投资的战略,以便在需求回升时获得市场份额。 三星表示,在截至12月的第四季度中,由于客户继续处理成堆的库存,三星晶电部门的利润暴跌90%以上, 至2700亿韩元折合2.2亿美元,营售为4.3兆韩元,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5.8兆韩元。 三星执行副总裁表示,今年的市场状况并不有利,因为消费者细心减弱,公司在通膨和利率上升的情况下优先考虑财务稳健。 去年6月底,三星电子宣布三奈米晶片量产,成为全球第一家量产三奈米晶片的厂商,但是三星第一代三奈米GAA工艺良率较低,去年并没有获得多少客户订单。 为了提高三奈米良率,三星与美企Silicon Frontline Technology公司进行合作,希望通过对方的静电放电预防技术,帮助三星晶圆厂改进前端工艺和晶片效能。 此前,三星宣布第二代三奈米GAA工艺将会在2024年量产。 三星表示,第二代三奈米GAA工艺将加入MBCFET架构,使得三奈米晶片的面积减少35%,效能提高30%,功耗降低50%。 三星电子在这次的第四季度经营业绩电话会议上再次表示,三星第二代三奈米GAA工艺将于2024年如期量产。 多数行动晶片、高效能运算、HPC客户都表示关注。 与之前的技术FinFET工艺相比,具有效能和功耗效率,特别具有设计灵活性的优点。 三星早在2021年就高调地进行半导体扩张计划,表示未来十年将投资1515亿美元用于晶圆厂的建设,并在去年量产的3奈米制成节点,率先引入了全新的GAAFET全环绕闸集电晶体工艺。 三星希望通过提升产能、加快工艺技术的研发,拉近与领头阳台机电之间的距离。 据韩国媒体The Alec报道,三星的晶圆代工部门、Samsung Foundry正在建立一个系统,允许主要合作伙伴拥有其IP的销售和维护权。 三星过往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不过这次有所不同的是,为其IP制作的是一个中间人分发系统。 这种做法与台积电的运作方式非常相似,以IP联盟的形式经营。 台积电的目标是培养合作伙伴,以实现长期的共同增长。 而且这一战略似乎非常奏效,因为其IP数量是三星的三倍多,超过了3万个,而三星约有一万个,双方差距不小。 那些设计晶片但没有制造设施的IC设计公司,都热衷于使用其代工合作伙伴现有的IP,因为这会提高晶片制造的效率。 有消息人士透露,三星复制台积电的模式,其实始于两年前,这一战略意味着三星可以专注于晶圆代工业务,同时不与其他晶片IP公司进行竞争。 三星打算将其IP进行分组,并将全力授予了不同的公司在互联领域,Qualitas Semiconductor为拥有者,在记忆体领域,合作伙伴是OpenEdge Technology,在类比晶片方面是Tech With You。 为了应对三星的种种举动,据韩国媒体Business Korea在1月底报道,台积电和索尼联合投资在日本雄本县建立了一家晶圆厂,预计台积电将为影像感测器龙头索尼代工产品。 三星电子也将影像感测器作为核心产品,在该市场上排名第二。 因此,美国的苹果、日本的索尼、台湾的台积电为牵制三星电子,将建立合作关系。 索尼是苹果的合作伙伴,制造了世界上最好的影像感测器。 台积电在日本和美国设厂反映了该公司,正在竭尽全力加强与美国和日本的同盟关系。 有分析认为,随着美国、台湾和日本的半导体联盟日益加强,韩国在世界半导体产业中的地位正在下降。 台湾在2021年宣布,将在半导体领域与美国和日本合作。 美国和日本去年还建立了半导体技术联盟。 与此同时,美国为重组半导体供应链,与韩国、台湾、日本一起提出了CHIP4联盟。 但韩国在这一联盟中并没有表现出积极的姿态。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由美国、台湾、日本组成的半导体价值链中,韩国的角色并不明确。 美国在半导体设计,日本在设备,台湾在高技术先进制程晶片代工服务方面有最强优势。 但韩国的确没什么拿得出手的优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